樓市焦點 政府今天星期公佈了海洋公園的重新方案 今次公園將會轉型為 優閒度假區而並非預望的主題公園 這個方向的定位業界是否正確 又或者你了解山下的園區免費開放 能否吸引到本地或海外旅客當中取決什麼因素 我分析這個問題是要看兩個層次 第一是說香港土地是最重要的資源 即使海洋公園本身的營運模式維持不了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選擇 要不再做一個類似的投資 把地可能放出去做一些… 起樓 可能有些人會反對 對,或者稅收 因為現在我們正在做一個行量 就是海洋公園 基本上說得白一點 就是一個財政的坎 你不斷前線進去 但如果你說我們對於整個社會的效益 就是土地本身是最大的資源 可能是做房屋 它可以容納到一些人 如果它當作一個商業比用途 它可以有稅收 它可以有一些可能營運收入 其實我們正在秤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說給海洋公園的營運 本身不是一個特別吸引 或者是很吸引的數 但是如果我們所謂的半虛半袖 或者被迫地決定這個地方 它可以繼續做一個旅遊的投資 是不是繼續去… 這樣去投放到海洋公園 這個就是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說現在的方案 其實是一個最立竿見影的轉變 就是海洋公園的營運模式已經會變了 或者好像之前的解說 我之前不再是主題公園 它最直接來說就是 營運成本會大幅減低 因為它減少了很多機動遊戲的一些管理 營運的方式 第二就是很多時候 例如夏源區變成一個開放的區域之後 給了很多的餐飲和娛樂去進駐 基本上將海洋公園變成一個收租路 由一個營運轉成公園 變成一個收租路的角色 所以我們在說 例如納粹人是否要不斷去貼海洋公園營運的時候 相對來說這個風險會低落 這個發展會正路 但是我們要想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如果我 基本上現在 基本上我們原本的主題樂園 就是因為我有一個主題 或者我是一個大型的旅遊項目 我是比較有策略去定位 我這個主題 我做些什麼東西 我可以吸引多少人 如果你這樣暫件的時候 其實是小小看菜吃飯的 例如舉個例子 我上個區 他都會去 所謂外判一些項目 那真的 你誰在判決得贏的時候 他就會有什麼設施 整件事本身來說 就會是很好割裂的 或者你真的看送食法 誰是必得贏的 就會是這樣 變成了 你已經很難再說 一個所謂的 有策略性去發展 一個完整性的發展 不過阿波 我想問一下 其實海洋公園 其實都負責 就是肩負著一個 所謂保育的責任 所以如果說 我們純粹用一個 所謂商業運作的模式 商業的想法來講 那跟他以前那樣東西 是不是有所違背 或者是有些矛盾的呢 以前那個 這個就是社會要做一個決定 他可能公園 他不斷去說 所謂的維持 要維持所謂的保育初心 但是你確實 在整個發展 他真的有一段的時間 是將他的目標 變成一個主題 而我們其實現在 不斷來講討論 整個問題 我們都是有一個 或者有一個概念 他曾經是一個 很好的旅遊 對呀 我們那個年代 就很喜歡的 開了公園 基本上有集體回憶 對於我們來講 對呀 對呀 但我們在想 就是那個投資 你講 一來他自己的 營運的模式 我不見到 已經會繼續 第二 我們其實是不斷去 扔資源下去 我們在說之前 上次五十多億 今次可能再加多 幾十多億 你想想八十多億 加起來 可能七十多八十億 你想想這筆錢 而且我不算 它那個沒有利息的收入 以及整個地 其實我本身 可以生產多少收入 你想想八十多億 我放在其他的旅遊建設 其實是否一個更價值的投資 這個我們社會 或者我們作為旅遊業界 是需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你想想 如果我不是 我是不是要 所謂的 全入一個 倒桌上 全部倒進去 所有壓住 一個原地 其實不一定 我們見到很多 其他城市的發展 它發展一些深度 有文化的建設 一個文化的品牌 其實它的另一個方向 就會是用旅遊的策略 去在不同的地方 發掘它自己本地的文化 它那個真實的character 還有在不同小的點 不斷去做越多小的 所謂有特色的旅遊景點 慢慢變成一道 所謂文化的旅遊風景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旅遊的策略 還有我們其實會 撇除了 一個所謂 將全部的雞 將全部的雞放進去 一個籃 一個籃 對 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是現在我們香港 看到的是 我們很disapportionally 將我們的資源 放在一個原地 那裡 而這個很明顯 作為一個正常的人 就著風險來講 都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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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